回到13隻馬出賽 起步大家都順利 看到中間雙苗星組斷暫時都順快 不過騎兩步之後就不同了 卡加大師帶出來開邊綠綠的衣服 有士多、啤梨、海王子 一早在內蘭押著好位 開邊看到還有藍藍的衣服 就是新強勁 然後才到雙苗星 穿針印線是黃衣服 現在第七位左右 然後馬在埋便 前面有拍著馬友寶和卓耳不凡 然後才到安德靚、神殿、飛快徑 有些好滋味、大紅人 很快便移動了卓耳不凡 看前面看到卡加大師帶來大半個馬位左右 守著第二位是士多、啤梨 然後新強勁現在沒有那麼快 拍著海王子在大約三、四位 開邊看到慢慢黃黃的衣服 現在移上來的全城外三疊走 就是這個穿針印線 接著的馬都是雙苗星 然後還有一些馬友寶 接著也有些馬開始有點踩油 看到就是那隻諾菲的岸德靚 然後慢慢看到 在開邊還有一隻很滋味 移出外面三疊 慢慢推進 接著那些馬都落後很多 看前面帶來的馬 就是這個穿針印線 這麼早出頭都是捱不捱到尾 裡面騎內的卡加大師已經很黏 有很重身 在他後面轉出來 就是這隻大熱門的海王子 再接著外面衝上來的馬 看到還有新強勁 在外面還有神殿 來到這裡走掉了 可以到的 這隻穿針印線 跑上短度熱身 立即打開勝利之門 跑第二名的馬就是新強勁 三、四名都很近 結果開邊就是神殿贏了 第四名才是這隻大熱門海王子 真是厲害的 這些是轉任人線 只不過我有多少介意 他又排外檔 身有一點肥 但是這樣也贏 如果是很好 還可以再立靚一點 還可以再立靚一點